浩油太兇,荷包吃不香,公务品牌上出现这款省油晶片 浩川装上这小小玩意儿就能轻易省油 但却被公品会以广告不实,厂商连同交易平台各开罚5万元 他宣称这个晶片脑可以省油降低污染,而且增加马力 结果呢,支持这个广告所宣称的这些效果 广告页面上还刻意强调找来最具公信力的学术机构香港大学 针对省油效益实际测试 也拿出台北科技大学实验报告背书,说装上它就能多开50公里 还宣称台湾香港汽车杂志都有介绍这神奇的省油效能 但经过公品会查证,人被认定,背书内容和宣称效益差很大 实际来到修车厂,其实不同厂牌的省油晶片还真不少 省油原理就是把它装在浸油管上,号称会释放出远红外线 分解汽油省系小粒子,让它燃烧完全达到省油效果 实际上,安装上去之后是油耗没有改变的,跟还没安装都一样 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被开发的省油晶片目前已经下架停产 避免让车主以为能省油,原来只是白花冤往前 东森新闻,赵家如丽雅格爱,在新北市报道 好,其实你在市面上看到这些省油晶片被公品会开发 那么事实上类似的商品还蛮多的 像是省油定,或者是燃油提升剂,还有磨油精 通通都说可以省油,但真的有用吗? 我们实际帮您测试一下 不管是燃油提升剂,还是磨油精,甚至是省油定 房间内侧东西一大堆,而且通通打出能省油 但真的有用吗? 实际测试,油箱加满,把车开上路 从中和向新北环块到五谷,再从新北环块开回中和 12公里的路,得花多少钱,才能再把油箱加满 多少钱? 12里路,加满,得再花170块 一样满的油箱,倒进省油定,和刚刚一个模一个样 从中和到五谷,再开回中和 有了省油定的加持,这会得花多少钱,才能再把油箱加满 多少钱呢? 77的 有没有听错,北北都是12公里的路程 加了省油定后,只耗掉两公升的油,花了77块 跟每家省油定的比,确实有省到油 不管同款商品,是不是都有一样效果 专销的业者,有不同看法 然后再加倒起来的车厨 所以每天都是平面走的车厨 然后又要,不能是等会到 所以稍微参考 都是你参考 业者说,其实省油产品 只是把汽油分子变小 让引擎容易吸收 水油的效果,还需要依照行程路况和路段 毕竟上山下海,就对每一般道路来的湿油 但来打出省油功效 多少难免美其名 多群汁的两家名,在台北,泰坊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要告诉大家的是呢 这个天平台风啊 说它怪,它还真的是有些怪哦 因为啊,原本大家都认为呢 它应该会在台中登陆的 但是呢